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材败能靠移工 血汗努工 血汗努工 用完掉 用完工 今天这些案子 我们必须要说是在去年的11月 所谓就业府法52条修正座的第一个最大批的受害者 我想去年根据针对移工的最大的法案的修改 就是取消三年出国一日 那现场在这边的所有的工人 是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其实收到非常多的个案是 众介公司巧立迷路说 你如果要办续约再留在台湾 我就是要给你多收一笔钱 或是在到期前 时间很紧迫的时候 赶快去办了所谓的期益满转化雇主 但是劳工根本转化不出去 而现场这一批所谓的 在盖这个世代运组传馆的营造的工人 他们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后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看得到吃不到的法案 因为第一个是营造的工人 所有的配额是全部掌握在雇主手上的 而且所有的聘雇流程 都有仲介掌控 所以如果雇主不约应他们续约 他们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转换雇主